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它是以大米为原料通过发酵而成的 那再比如说我们中国的茅台酒 那么它是以凉谷为原料 那么经过糖化发酵蒸溜而成的 那么不同的原料它的酿酒原理又有何不同呢 那首先酿酒的实质呢就是酒精发酵 也就是说我们将糖通过微生物酿酒酵母 把它转化成酒精和其他风味物质的过程 那么当我们以水果为原料 比如说葡萄为原料的时候 那么酿酒酵母呢就可以直接利用葡萄中的糖将其转化成酒 那如果我们以淀粉类的物质 谷物为原料的时候呢 酵母菌呢不能直接利用谷物中的淀粉 那么需要经过一个糖化的过程 即利用取或者麦芽 将谷物中的淀粉转换成糖这么一个过程 因此呢两股类酒的酿造基本原理是 首先淀粉经过糖化 转变成葡萄糖果糖等物质 那么这一转化呢 可以是发霉的谷物我们称为取 或者是发芽的谷物我们称为镊 麦芽 在取或者麦芽的作用下呢 原料中的淀粉转化成了糖 那么糖呢进一步呢 通过酿酒酵母的发酵 而转化成酒精和丰融物质 我们把酒精发酵这个过程呢 称为单式发酵 我们把有取或者麦芽参与的 这么一个糖化过程呢 称之为复式发酵 那发酵酒中的葡萄酒 水果酒奶酒等 因为原料中呢 还有酵母菌可以直接利用的糖 它为单式发酵 啤酒黄酒酿造时呢 原料中的淀粉需要经过糖化 才能呢被酵母菌利用 我们称之为复式发酵 那么其中呢 啤酒呢 是先糖化后发酵 而黄酒呢 是边糖化边发酵 对于蒸馏酒来讲 蒸馏酒中的白蓝地 那么是以葡萄为原料的 那么它是单式发酵 那威士忌啊 福特加金酒等 那么是先糖化 后发酵的过程 而我们中国的白酒则是 边糖化边发酵的过程 而这张表呢 对主要酒种的发酵原理 进行了总结 那么黄酒呢 是以大米为原料 利用酒取进行糖化 发酵后的酒度呢 在15到17度 那么我们中国的白酒呢 是以高粱玉米 小麦等两股原料 以取为糖化剂 发酵机制呢 作为固态 发酵后的酒胚的度数呢 在4到6度左右 那啤酒呢 主要呢 是以大麦为原料 以麦芽进行糖化 那么发酵后的酒度呢 在4到5度左右 那我们葡萄酒呢 是不需要进行糖化的 那么它发酵之后的酒度呢 在10到15度 左右 上面我们介绍了 酿酒的基本原理 那么这些原理和技术 在我国古代 那是如何被发明 或者被发现和利用的呢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古代的四大传统酿造技术 即搅酒法 那么利用唾液来做酒 那么第二种呢 那么主要是利用呢 坏藩细菌来做酒 那么第三种呢 涅造法 那我们用发芽的谷物 那么第四种呢 取造法 用一些丝状的菌类 搅酒法呢 是最为原始的酿酒法之一 我们用啊 我们用啊 拒绝米 咱酿酿酒 那么早在公元五世纪的魏书 物极传中就有记载 搅米酿酒 饮能治罪 那至今呢 台湾的部分原住民族也有搅酒的民俗 有人会喂 为什么我们的古人 会发明搅米做酒呢 那现代学者认为啊 它起源于母亲呢 搅碎食物来喂婴儿 我们知道啊 我们拖液中含有淀粉酶 当母亲呢 把大米啊 等这些含有淀粉的物质 搅碎之后 喂给婴儿 婴儿呢 就容易消化吸收 但是呢 吃剩下的这些东西呢 放的时间长了 就变成了酒 那至今呢 在一些少数民族里面呢 也有啊 搅米 饮取做酒的 这么一个传统 亲代的岳永康 在藩女竹之词中 描绘了台湾原住居民 搅米酿酒的习俗 谁到藩鸡 巧解囊 自将生米 嚼成浆 足筒为腕 床头挂 克制开筒 劝克肠 坏饭法是利用 人们把吃性的饭 在适当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 长出的一种霉菌 来制取的方法 那我们之前讲到 近代江统的酒告中 记载了 有饭不尽 尾于空丧 欲及成味 酒絮气方 涅造法 就是今天 我们啤酒的酿造方法 利用发芽的谷物 去做酒 说为解字中 解释道 涅者 芽米也 我国古代的人呢 就是用 发芽的谷物 来做酒 那他已经将 取和涅 分开了 认为呢 谷物发芽 称之为 涅 那么 谷物呢 发霉 称之为取 其实 我们古人 已经利用 涅 和取 来做酒 但是今天 啊 有人认为啊 啤酒呢 是外来物 为什么我们用涅 做酒呢 今天呢 不流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在千宫开悟中 记载道 古来 取 造酒 涅 造 礼 礼呢 是一种甜酒 也就是我们古代的啤酒 但是 后世 焰 礼未薄 随 至 失窜 则涅法 一亡 说的意思呢 我们后人呢 发现啊 用 涅 做的酒啊 这个味啊 酒精味啊 比较淡 慢慢的呢 就消失了 其实我们今天 用发芽的谷物啊 这种涅造法 在我们的麦芽糖 制作过程中呢 也得到了应用 只是说 我们在酒里面的制造 由于我们酒取的发明 酒精的产率 提高 从而涅造法 慢慢的用的少了 那么 取造法呢 是以 草取 以 酿酒 那么古代的一种酒啊 叫 昌酒 那么古代 祭祀的时候 用的这种酒 称之为神酒 那么 它是用啊 玉金草 酿黑素 而称 那么 草取的种类呢 和制法 也有很多 也可以 以草汁 制取 以 梨呢 制取 而酿酥 为酒 那么 它与我们现在的一些药酒啊 也有 一曲呢 同工之妙 那么 现代学者认为 四大传统的酿造技术中呢 唾液最古 唾液酿造呢 最古老 涅次之 苏 于取 又次之 苏呢 就是我们用 坏饭啊 来做酒 那么 继古酒之礼呢 先用唾液 后 用涅造 搜 酿劳 取 造仓 那么 最后呢 我们用这张图 总结一下 酒的酿造 古物的原料中的淀粉 通过糖化 转化成葡萄糖 果糖等 通过酒精发酵 转化成酒精 以及呢 其他的风味物质 再通过蒸馏 沉酿 调配 酒 等等 成为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商品 其实呢 酿酒技术 是我国 各族人民 长期实践 总结的智慧结晶 也是中华酒文化 发展的一个标志 还有关酒的酿造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